我在我那段时间在你妈妈他们在你哥哥他们那儿每次去都卡了呀 每次去都卡了呀 但是也没有吃了这么多 那去外婆那外婆又卡了呀 但是三十多只怎么可能呀 是算吗 你们觉得可不可能 我感觉完全没有可能 我觉得你应该是算错了 那天我们俩不是在对吗 我觉得你应该是算错了 你妈妈搞了好几只 你想一下八个月 三十三只一个月就得五只 也差不多呀 五只 差不多呀 我一个月有半个月就在你家吃饭呀 哈哈哈 一周一只正常呀 一周一只啊 好 我感觉我感觉应该是没有吃 那你鸡都没了呀 哪里去了呢 不知道 我鸡的我鸡没了 起码得四五十只吧 五六十只吧 黄鼠岚给鸡拜年 哈哈哈 一个月四只呀 四八三十二差不多呀 五八四十 我这五八三十 哈哈哈哈 我算的五八三十 是五八四十 对我上错了 你看你那个 那我记得你前面你那儿犯的那只大公鸡 不是那天 那是你爸说 我不是和他喝了点 他就那个把那只鸡弄给我吃了吗 嗯 嗯 啊 关鼠岚厉害 我看 三十三只 我三十三只一只得多少米啊 说阿满你们知道吗 这种土鸡 鸡子一直没给我说 反正我那天去买的那个 他说是土鸡花了三百多 哈哈哈 土鸡一斤是三十多 三十五三十六三七的样子 一只鸡四斤吗 嗯 一年一年左右的鸡的话 得五斤以上 五斤 嗯 三五一百五两百块钱一只 嗯 哇 就五六斤 应该是他最轻他都得五六斤五斤以下 那 就一般都是一般正常情况下 三十三只一只两百 得多少钱 一一只两百然后三十三次 六千 我去你那么多 哇塞 啊 只要是也卖不出去吃 没办法 那个基本的一样 来吃 叔叔阿姨们 我怎么突然就愧疚了呢 啊 怎么办 啊 说了我外婆家居的那个事情 你得抽时间啊 什么时候吗 许号 到时候再通知你 到时候再通知我 对 因为因为也不知道 外婆邀请我的是吧 是外是是你邀请我的还是外婆邀请我的妈妈 你妈妈邀请我的呀 嗯 我妈妈说的得叫上你 得叫上我是吧 那你想一下我外婆生了十二个小孩呢 现在有八个等于是我 他没有八子八兄妹 我我现在我去就是把你们家里边人全建了各边 我外婆家这边的亲戚肯定建了 全建了是吧 反正是在春节以前 我感觉有压力啊 是春节以前 但是 我会教你喊的 教我喊 你跟着我喊 就你不能跟着我喊 你不能跟我一样的喊 那怎么喊呢 我就用我们汉族的那个叫法行不行 他们听不懂呀 你这样叫他们 那我要准备什么东西啊 你这么多人 我一人给他们封个红包 不不不不 不是这样这种人呀 我们只是去团圆去聚会 又不是说 要要准备啥东西 不用准备什么礼物啊 我们一组没有那么多规矩 只是一起去吃个饭 知道吧 叔叔阿姨们 那我我这个我去不去啊 去的咱们打个去呗 我倒是去还是不去啊 有压力啊 我感觉 你不去就说明 你你不去 你只是跟我两个人认识有什么用呢 就是还是去 你得认识我的亲戚呀 去是吧 只是只是我害怕 害怕你会不习惯 不会不习惯 他们很少有人会说汉语的 那那我我这个我学 我还没学 我只学会了两个字 嗯 西墨 我就学会这两个字 叔叔阿姨们 这么两人邀请必须去 去哈 那我就去 送外婆一点东西就可以了 对 去外婆哪里 我外婆她要喝酒 你给她弄点 哎呦 你你说这个 给她买那种 就是10块一斤的那种 不行不行不行 就喝我们 那种 喝我自己的酒 那种苦桥酒 喝我自己的 那种桥卖酒 那个 那个贵的 她喝不了的 她喝不起 她怎么喝不起 她不会喝贵的酒 她可以喝 我到时候我就 我不给她说多少钱呀 我不给她说多少钱 那其他人会给她说呀 她的孙子 我我拿那个 其他人都不知道 多少钱的那种 给她的孙子 都有20多岁的了 你有30多岁的 他不是 温叔 嗯 金子 嗯 可能有些酒 你 可能他们见都没见过 我到时候给外婆拿 他们没见过他 嗯 对 喝我们自己场里边的酒 对 但小福今天大母娘 你 你不管这个我来 你要 你酒太贵 到时候把你喝破产了 哈哈哈 破产了 你不是说你 安我吗 不养了 你不听我的话 我不养了 啊 哈哈哈 不行啊 他不听话 我们不养了 好不好 叔叔 阿姨们 你们 你们评评你 小福听不听话 听话的咱们 扣个一好不好 我跟他说 让他不要送啊 不要拿呀 他都不听 你 对吧 叔叔阿姨们 不是 金子 你听 看看 看看 马上开了 叔叔阿姨们 福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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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福袋 去领一下 还有我们的 明天 明天的预约还做不做书呀 做书呀 做书吗 哇 终于其门 你中了福袋啊 七天的早餐 哇塞 哇塞 终于其门 中了福袋 听话呀 恭喜你呀 我听话呀 你看叔叔阿姨们 都说我听话 听话吗 听话的课一 不听话的课 你是听话 但是你不听我的 就是说你去 你不要 不要买这么贵的酒 不要拿那么贵的酒 叔叔阿姨们 这么 你们来 你们来评评你 好不好 就是咱这个 呃 这次我去 给我 去外 就是去外婆家 我 准备东西 这个是不是得听我的 不能听金子的 就是要准备 但是也准备的 你不管我准备什么东西 这个是不是得听我的 叔阿姨们 你要过日子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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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过日子的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过日子了 不是啊 这个是我 我也想 我外婆也不 我 你干嘛 十二的 我不想 不想外婆和那种 差的酒 感觉你就是 你这样的话 你这样的话 你这样以后 你自己的小家怎么办呢 对不对 小家 啊 这不 不是呀 叔叔阿姨们 叔叔阿姨们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你看我都 我都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你想一下 你拿 你 你那个酒 你那个酒 就是说他没见过的 起码也得千千子吧 对不对 千千子 你可以买十瓶 二十瓶 给我外婆喝 何必呢 对不对 你比如说 你 比如说 像你 你花个一千两千 去买一瓶酒 你还不如花一千两千 去买十瓶酒 不是 不是 这个酒 东西它是有好坏的 有些东西 它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你知道吗 它就是酒 它就是酒 外婆他们对这个酒的 这个东西 它有没有概念 只要能喝就行了 不是 不能这么理解 因为我是做这个的 我不能让外婆去 喝那些 不好的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为什么呢 因为你拿这瓶酒 他肯定会拿去换 他换不到 别人不认识这个 叔叔阿姨们 你们来说 就是听富强的 咱们扣一 听精致的 咱们扣二 那天 就是之前 你不是跟我一起去看奶奶吗 你拿的 你一条 那个烟呢 他那去换了呀 他换了好多 好多包 那个六块的烟 他换了好多 你看公屏 他换了好多 看公屏看啥 我叫 听我的就可以 听你的就可以 我卡了卡住表情包了 哈哈哈哈 听不听精致的 不是就是我们 我们自己酒产的酒 我们自己生产的酒 嗯 好不好 也不贵 也不贵 其实我是这样说的 我是觉得 比如说你一百块钱 你买十样 你为什么去买一样的 不是金子 有些东西是 你可能现在不理解 但你以后你肯定能理解 嗯 贵的东西 它有贵的道理 你知道吗 就是它便宜的 便宜 太便宜了的 不一定好 懂我意思吧 因为这个东西是喝的 是 有的东西可能它是 酒精 调的 那种液化酒 那是对身体 那个粮食酒不一样的 有对身体有伤害的 你这个你不要跟我纠结 我是 不是 我是 我说我是 品酒师 你这个你就得听我的 好不好 我理解副歌 他们话是他们的事 但是我的心意必须是这个 但是我要给外婆讲 他必须要喝这个酒 就以后就不能去喝那些 乱七八糟的了 他喝的 他又不是 说说阿姨 你们 你们能不能 就是说你们 告诉 我接个电话 喂 嗯 在忙怎么了 点点赞 我等一下给你回嘛 好吧 点点赞 点点付带 点点预约 叔叔阿姨们 你们 其实我 叔叔阿姨们应该是有这么一个认知 就是 贵的东西 他有贵的道理 便宜的东西不一定 就是虽然说可能物美价廉 但是便宜的 不一定是好的东西 对不对 嗯 金子 就是贵的东西 你记住啊 为什么有的东西卖一万两万五万十万呢 他有他本身的贵的价值在那 知道吧 说阿姨你们 能不能理解这个能理解的咱们扣个一 对吧 你十块钱你去买一斤酒跟这个酒一千块钱一斤的是两个概念 对不对 对的扣个一 就跟你们平常去超市里边买东西 为什么他有的东西是十块 有的东西是二十 为什么你们会去买二十的 因为他那个东西好 是不是 说阿姨 是的 咱们打个一 那还有就是那腊肉你看 呃 你要六十多的 然后我四十多的都是马编的腊肉 你没赚钱呀 你只赚了辛苦费呀 别人赚别人一次赚人家 别人赚二三十 你就赚两三块 哦 这是赚钱的事情哈 这个是和这个没关系 同一样东西哈 他是同一样东西 就是你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很多可能他们有他们的 就是人家挣的钱 人家做生意挣钱嘛 对吧 你呢 就是对 心态不好意思就不同 对心 这个心态不一样 你知道吧 嗯 对 两个概念 这个是两个概念 不管叔叔阿姨们 他们都知道 有的东西 他贵 他有贵的道理 对不对 那为什么 黄金要比铁贵 我跟你说 我是不想让你在我的亲戚面前 就是很多 你就不要 不要表现到自己 嗯 就是 没有 我懂你意思 就是不要觉得 就是显得财不外露嘛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不会去露呀 我就 只是去看外婆给外婆 如果说你 比如说你出手那么大方的 到时候 我有些亲戚你知道的 万一伸手就问你要钱 伸手就问你 借钱的话 不太好了呀 万一他们借了就不还呀 哦 是这个意思呀 所以我说 你买便宜的 你多买一点都行 但是你如果太贵了人家就会觉得你身份不一般 然后来源不一般 然后就觉得你就随随便便人家就问你借钱 你想一想 然后你呢 又处于啊 你是我的亲戚 所以说你就不好拒绝了 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事情 知道是这个意思呀 哦哦哦 这个不会的 就是 那万一我的亲戚找你借钱 对不对 那你 借呀 那万一他不还呢 对吧 你所以说这个事情很难处的呀 因为你知道的 我有些亲戚他 就是金子 如果说你的亲戚啊 他是真正的遇到困难了 我们可以帮助他 你不知道的 跟你说 你不知道的 有些他年轻人 他有手好闲的 他不挣钱 他就靠这里借一点 那你借一点 然后来自己打牌呀 去那个 还有很多人 他就是不出去打工 他就在家里面好吃懒做的 然后就靠自己的老婆 辛辛苦苦的 在家里面 找一点三货来卖 就是靠这个钱 就有些人他就是这样的 我有几个亲戚他这样的 到时候人就多 人多眼眨嘛 到时候就哇 看到猎物了一样 他们就会觉得 哦 叔叔阿姨妈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那个金子说的这个 是不是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的 不论就当受人做好事吗 谁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呢 叔叔阿姨妈 有道理咱们扣个一 富哥他再有钱 他也是他辛辛苦苦赠来的 他也不能说送给别人就送给别人 对不对 又不是说一次两次的 万一十次八次的 谁也经不起 有道理是吧 对吧 他们说的有一个说 借疾不借穷 但是你想你想一下 你跟我认识也没有多久 对不对 那这么紧张 就是如果说你的亲戚真的遇到困难了 需要我帮助的时候 你给我钱嘛 就不一定说他他们直接给我钱 你给我钱 嗯 行不行 可不可以 你就知道 他会直接他会背着我 然后去找你借的 知道吧 他有些就是很无赖的知道吧 哦这个 那我自己家自己酒产产的这个酒 他们又不知道价格这个没关系啊 就自己产的嘛 你不能给他说你自己家里面有酒产 你就是相对于是你不要给他们说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你不能去太明说 我就不能说我是干什么的 嗯 你不用给他们说呀 哦 你我外婆知道我妈妈知道 然后我爸爸知道就行了呀 就是那些亲戚 就是我就这么吧 行不行 我就说这个是别人送给我的 我给外婆带过来 因为我现在我也很少喝嘛 我给我给外婆带过来 外婆喝嘛 这样就不就行 别人送我的嘛 就不就行了嘛 嗯 对不对 叔叔阿姨们 这样可以吧 那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的 咱们扣个一 我害怕到时候他们会拿这个事情来说 就是说哎 你要借钱给他们 你不借的话 我这个妹妹就不嫁给你的什么什么样的 我怕到时候你会被他们威胁 拿这个来威胁我是吧 对 然后你就会你就会哎 你要钱嘛 没事你就给他给他你给一次两次 然后就觉得你很哦 我记得 我记得有一个阿姨给我说过一个事 那个喜乐阿姨有没有在直播间 还有王婆有没有在直播间 他们 他们